每日一百字,歇心、读心、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任言一千日,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任言一千日,第六百零五日 主题是回向等法界无回向 经文,性得原整法界亮灭,明法界无量回向 萧文致此,恭请建卫法师慈悲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任言一千日,第六百零五日 我们要继续谈等法界无量回向 这段是任言经中谈到三种增进修行剑刺 重点就是剑刺 而且在这个剑刺当中是一直不断的增上进步 叫增进 那随着自己的修行啊 它会有一个效果出来 那这个效果是什么呢 从干慧到实性、实柱、实行、实回向 四加行、实地等觉、妙觉 那这一路呢,都是往成圣、成贤的方向在前进 人都可以为圣、为贤 只是你要不要让自己变成如此 那如果不成圣贤,就往哪里走呢 就往堕落的方向 那因此呢,你不是进,就是退 那如果没有再努力啊 也许我们会越来越糟 因此大家在修行的过程 纵使遇到种种的困难 不要放弃 因为一定会有成果 只是我们一般都以为啊 这个修行很难啊 所以这才会在这个时候 佛陀就要教阿南 祂说你要照着你的心来修 你一定会有效果的 那这一段呢 是我们已经谈到 十回向的最圆满 就是说第十个 叫做法界无量回向 又称为等法界无量回向 那为什么它叫做法界无量呢 因为这个修行在此时此刻 已经大功告成了 就是修得有功 信得方显 信得是本具的 每个人都具足 但是没有透过修 它显不出来 那没有办法发挥 就像每个人都有潜能 但是如果没有去运用它 或者是开发它 也许你一辈子都不知道 原来你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 那一般人呢 在学习佛法的过程 他总是不知道自己是可以成佛的 所以就以为 我只要消灾免难 做一个正常的人就好了 那事实上呢 我们什么叫正常的人 其实正常的人就是佛 因为佛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那完整的是什么 就是一切智 这个智慧能够展现在各式各样的情境当中 那所以有的人学佛 他以为只是知道很多的名词 或者是学到一些名相 那或者是会诵经啊 拜佛 那到底有没有跟成佛这两个字 成为一个一体的呢 不见得 有时候只是理论上知道 但是实际上呢 做不到 那做不到呢 也不是完全做不到 只是某一些部分呢 是不太圆满 因此呢 就要不断的修正 修到什么 修到圆跟成 让这个性的圆满 然后乃至于成就 这个时候呢 法界就变成无量了 法界无量回向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因此呢 在华音经理啊 菩萨摩赫萨等法界无量回向的时候呢 菩萨的任务就是 作为法师 广行法师 那这就成为呢 各行各业的领导者 这个领导者啊 做什么 要把这一切的佛法 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中 用在自己的专业当中 所以呢 让一切的专长啊 都可以产生清净的功德 那不管是见者闻者 还是施者受者 都能够成为一切智人 那这个才是皆大欢喜 因此在这个地方呢 菩萨摩赫萨 他就要开始有一种 自己的信心跟期许 菩萨摩赫萨若能为己 修行如是清净犯恨 则能普畏一切众生 那有的人呢 说哎呀 自己修行哦 比较简单 要帮助别人 为一切众生来修行 很困难 那为什么 其实是没有信心 我们自己想想看 人同词 行心同词里 为什么自己会愿意修行呢 一定是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自己得到了 清净犯恨的受用 我这个修了之后 身心舒畅 那自己受用了 你才能够知道 一切众生亦复如是 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 菩萨若能为己修行 如果你能够为自己啊 然后来做这个修行的功德 而且呢 修到清净犯恨了之后 你自然呢 就能普畏一切众生 另一切众生皆得安住 另一切众生皆得开晓 另一切众生皆得成就 可见呢 这里谈到的就是 这个修行不是空口说白话 不是呢 我学到一些理论 然后呢 叫别人去做 一定是自己得到受用了之后 做为分享 让一切众生都得到受用 何以故菩萨摩赫萨 至于犯恨不能清净 不能令他而得清净 至于犯恨而有退转 不能令他无有退转 至于犯恨而有失坏 不能令他无有失坏 这里谈到的非常的重要 有些人呢 他自己知道自己做不到 可是呢 他会要求别人要做到 譬如说 哎呀 这个师父啊 怎么这么贪心啊 那你自己的贪心 有没有减少啊 没有 你就要要求 因为他是师父 因为他是学佛 所以他得要没有贪心 他要完美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哎呀 这个佛陀啊 都对众生都要很严格 因为佛陀是最完美的 他就要要求我们啊 就是把我们 这个闲的半死哦 实在太烂了 太笨了 而且太染污了 那这样子呢 没有人要成佛了啦 然后因为呢 你自己做到哦 就是一回事哦 你要让别人也能够做到 你得要第一个 你自己是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过失的啊 那没有过失呢 谁没有过失 就是佛陀没有过失啊 佛陀已经达到没有过失了 可是你听啊 佛陀的口中啊 他如何说众生 他说的就是众生都可以成佛 他不会啊 在指责哦 这些业障众生有够惨的啊 是地狱中人 那没救了啊 那你从来不会听到佛或菩萨说这种话啊 这些话呢 是谁会说呢 就是你的冤家 或者是讨厌你的人 那菩萨如果也跟这些冤家 或者是这些恶人啊 是一样的言行 基本上呢 你说要度众生呢 是有困难的 所以这里讲到 自己要先作为一个示范 我自于犯恨 要得到清净啊 自然呢 他就得清净 所以要度人 其实先有自己的提升 自己的受用 自己对于修行没有退转 自然呢 跟你亲近的人 这些众生啊 一切众生都会被感染 而且都会一起被提升 那自己呢 就要知道 哦 所有的一切的修行 关键点 就在自身的安利 那如果呢 菩萨有这样子的认知啊 一方面 自己啊 得到佛法的受用 修行的利益 你自然就可以影响他人 射受他人 那一方面呢 又要提醒 你的眼睛呢 不能只有看到别人 要求别人 那要先要求自己啊 所以这样子呢 菩萨摩赫萨 就会在这样子的修行方向当中呢 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 好 何以故 菩萨摩赫萨 住五岛行 说五岛法 说焉诚实 如说修行 菩萨摩赫萨怎样 他的心 安住在 五岛行 那不颠倒的行为 每一个行为呢 都如法如律 而且很清净 很自在 那说五岛法 就是一样啊 就是一样 就是那说出来的话 不会颠三倒四 不会呢 耳于我诈 不会口是心非 那自己的行为 跟言呢 是一致的 所以 所言诚实 我说的话是很实在 很老实 很坦诚 而且呢 如自己所说的来修行 也许不一定还完全做到 但是一定是照着自己所说的方向 在努力 在修行 如说修行了之后呢 会有什么效果呢 尽身口意 离诸杂染 诸无碍行 灭一切障 菩萨摩赫萨 就可以消灭一切的障碍 为什么 因为他的身口意 在往清静的方向 在远离杂染 这样子的方向 在努力 在前进 是越修越清静 如果呢 我们修行 是越修 哎呀 很多烦恼 那本来啊 就是烦恼很多 这是不打紧 那我们努力修行 这烦恼会减少 所以为什么修行 是可修 是值得做的 因为 我现在很烦恼 是因为我不会修行 那我现在来修行呢 修了之后 要让自己 越来越没有烦恼 那你自己要观察 我有没有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少烦恼呢 连诸佛菩萨 见面的时候 都会先问候对方 少病少恼否 这是第一个 你最近还好吗 过得好吗 你的心呢 很少烦恼吗 烦恼减少了吗 所以这就是 我们自己要知道 修行很简单 就是看 自己是不是越来越不烦恼了 越来越开心了 越来越多的福报 越来越广结善缘 你慢慢的内心当中 就无挂无碍 所以这里就讲 当我们身口意是清静的 你自然离诸杂染 我们有时候 就是听到很多各式各样 众说纷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共说共有理 婆说普有理 人多嘴杂 人心也很复杂 那你不但是复杂 而且还染污 每个人都心怀鬼胎 你到底要相信谁呢 如果我们修行 你的心就像一面镜子 对于所有的这些杂讯 你都能够一下子就明白了 一点都不困难 那你如果自己的心都没办法那么的清楚 那你智慧也不够 是谁在说真的还是说假的 现在诈骗集团很多诈骗的手法推陈出新 那如果我们不能够分辨 很容易就被这些假消息或者是恶的人 就被他这样狂惑了 所以要怎样 身口意要清静了之后 你的心如明镜 对于一切的杂然之然就远离了 然后注意无碍形灭一切障 这个障碍就排除了 那菩萨到这个阶段根本就是太自在了 无碍无挂无碍 这人生如果能够修到这个位置 那真的是最大最大的幸福 那我们要知道菩萨摩和萨的这种修行 它并不是遥不可及 你只要怎样 这里讲说焰诚实如说修行 那我们就照着佛陀教我们的方法来修行 你一定可以灭一切障 好那以上呢 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我们来看看这一组有什么提问 各位法师 各位师兄大家好 我是知灵 我们现在知道说法界是无量无边的 那表示说时间还过去现在跟未来 那回向的思想呢 就是生命的延续跟扩大 也就是把自己所做的功德 回向给有缘的有缘的众生 让他们也能够获得功德利益 而且无量无边的布施跟奉献不久回报 那例如说我们一个人吃饭啦 一个人吃饭 但是吃饭的同时呢 也希望说所有饥饿的人也都能够 有一碗热饭可以享用 那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碗饭 但是呢普世饥饿的人呢 都能够得到我们的住院 那姻缘就会不一样 那这次华言法会呢 我也体悟到说 生活当中都是华言世界 然后华言世界的精彩 华言法界 非常的精彩 那在会场诵经的时候呢 当我们有听到那个传承大和尚的声音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说好像快要断电一样 然后一接上的时候就像马 马上好像又充电一样 那我那时候是百思不得其解 那原来后来最后一天呢 师父开示就是说 原来是那个天武的音声 然后建有法会呢 其众人的力量 还有各方菩萨 我们大家一起用功 然后运用科技透过诵经 然后我感受到说 我有边际 我有止境的音声 就好像能量 把那个能量磁场 传播到四方 那我自己置身在其中呢 觉得说好像被十方诸佛所护念 那互相感染互相成就 那真的是见证到说 将一切功德发挥到尽虚空遍法界 一种法界无碍无量回向的圆满 非常的殊胜与感动 那以上是知灵的分享 阿弥陀佛请师父慈悲开示 好 谢谢知灵的分享 每个人在这个法界当中 不管你是否认识佛 佛一定认识自己 那一切众生都在佛的心中 所以我们在诵念佛经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所感受或者是有感动 那尤其是大众一起共同诵念 因为所有的佛经 这个经典里面的字句 都是诸佛的心 所流出来的慈悲跟智慧 变成这些语言 会让每个人的心 直接去感受到诸佛的慈悲和智慧 所以读经的时候要心无旁骛 你只要不要有杂念 不要有妄念 那不管你是初学还是酒餐 你都可以在这个字字句句当中 直接跟佛心灵相通 所以这个其实很多人没办法理解 他如果用现实的经验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感受或者是想象 因为他是不可思议 那只有在这种共修的时候 因为这是很特别的设计 诸佛菩萨的语言 在佛教当中 他可以用大众其送的方式 一起变成一种共通的频率 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修行法门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跟我的这种默契很够 偶尔会一起说出同样的一句话 偶尔而已 你很难会跟另外一个人 说出来的话完全一模一样 很困难 但是我们在佛经里面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情况 就是十方诸佛共同开经口所说的法 都是一致的 共同宣说 那因为佛经里面有这样子的共同宣说 我们就可以知道 当一个人他的智慧达到一定的程度 叫做圆满的程度的时候 他所说出来的话是完美无缺 而且是一致的 就是大家都不会说 你说你的我是我的 各有自己的特色跟偏差 那这个时候 这个佛经 原来是诸佛共同的秘密语秘密心 那原来都是一样的 那这样子一样的时候 就有这个祖师大德 就带着我们来学习 你要跟佛一样很简单 你就用他的方式 这个跟佛陀的语言是一致的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直接送他所说的经 就是诵经 跟他的语言一致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跟他达到一样的频率 所以这个呢 会有这种大众一起共同熏修 共同诵经 共同持咒 共同来行法 那这样子的修行 其实是前所未有 大概只有佛教 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修行的移轨 这种行持 那这种修行是大家都可以参与 他不会只有看一个人在那边表演 像演唱会 就是这个歌星啊 明星 他在上面唱歌 下面的人听得如痴如醉 那这个诵经呢 不是主法大和尚在上面一个人送 然后呢 大家在下面 如痴如醉 没有喔 所以大家一起共诵法音 自己就变成其中的一尊佛 那每一个人都是一尊佛 我们的内在的佛性 就展现出来 产生妙作用 那这个就是诵经的力量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很烦啊 或者是呢 自己在家里面送 可能都没有这些感受 可是到了返回现场 你自己的心里面 甚至于我们身上的细胞 都会变得很不一样 那有的人比较敏感 他就说 噢这个磁场很好 其实是通体舒畅 那有的人呢 是没有这种感受 但是他至少也会觉得 嗯 他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那其实这个就是啊 诸佛菩萨的慈悲 他的念头 是完全没有杂念 没有妄念的一种禅定功德力 那的确呢 刚才智琳所说的 你感觉呢 在诵经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诸佛菩萨都在互念我们 其实的确是如此 那也不是别人在互念我们 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这尊佛 启动的 那自然呢 就有一种自我疗愈的一种 法界出现这样 好 谢谢智琳的分享 师父 各位师兄阿弥陀佛 我是英童 那今天的主题是 等法界无量回向 那内音经的经文很短 就信德原成法界量简 明法界无量回向 那这个每次啊 只要读到 这个经文很短 其实它含义都很深啊 我个人觉得 那比如说这个信德原成法界量简 我记得师父说这个法界这个量简 其实就是说大家都成佛的意思啊 就是说大家都成佛的意思 那如果大家都成佛的话 那问题就解决了啊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用这么辛苦在这边每天共修啊 每天然后来这边还要早起诵经啊 那就是事情解决了 就是大家都究竟了 那看来好像不是这样子 那该怎么做呢 我想说这个法界量面是一个终极的目标 那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就是一个就是说啊 我们在行菩萨道 就是在往这个的路上 所以啊 有一句广告词说 我不是在咖啡店 就是往咖啡店的路上 那我们现在佛教股啊 有成是大神佛教 应该可以说 我不是在那个原成的这个世界 我就在菩萨道的路上了 就是说我们就是同参道友 都是在菩萨道这个路上 我们是一起的 好 那有句话是这么说 这个君子啊 有成人之美 那我想菩萨有什么呢 有成佛之德啊 我在想应该是怎么说 或许没有人讲过这些句话 那我就自己来编一下 应该也不为过 好 那我们有这个要成佛之德 这个德要怎么去累积呢 那所幸我们是刚好 生长这个年代 以佛陀来说的这种年代 我们叫末法 但是我在想 末法有末法的做法 那至少末法都还有佛经 都还有佛典 都还有佛的教 这些教法 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 还可以学 还可以努力 那我们现在更有幸的 就是说可以跟着这个宝延山 跟着师父 那每天都可以 苗董任言啊 每天早上都可以来读诵华元经 那我想说该怎么开始呢 好 那我这边设定一个课程 就是说 每天来上苗董任言 苗董任言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苗董任言只有 终极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嘛 就是懂这一颗心 把真心找出来 然后把旺心都把它隔在外面 那真心找出来之后呢 那该怎么做呢 就是读诵华元经 所以呢 我们菩萨到这个菩萨的这一些 指导手册啊 都在华元经里面 华元经里面有很重要的 实信实助实行实回向 那目前我们在讨论 都是实回向这个部分嘛 那真心如何来把它善用的话 怎么善用呢 就是华元经 华元经 很重要说要讲三次 好 那每天啊 口念心形啊 就往成就的路上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每天的苗董任言 还有读诵华元经 如果啊 还有空档的话 读一下金刚经 但是不要被金刚经里面的这个 是啊 非啊 是 就是 是菩萨 非菩萨 是菩萨 是众生 非众生 是众生的这种语法 给下到了 这是佛陀的一种善巧的说法 只要你读懂了他的意思的话 金刚经是 又是一个开悟的一个经典 那没关系 如果金刚经自己读 读不懂呢 那就 师父最近出了一本叫做 刚刚好的般若 刚刚好的般若 拿来翻一翻 就知道说 哦 原来佛陀在讲金刚经 在讲什么 好 那 刚刚有提到了 那就是每天要怎么行菩萨道来 怎么成就呢 第一 来上苗董任言 第二 读华元经 第三 读金刚经 那差不多了 每天持续的 就是我们每天去做 每天去做 达到了这个 智力利他的 这个 大概就是 可以往成就的这个方向 就是说啊 这个 在华元法会的这个期间啊 那个 莫学我刚好有幸来 那个参与这个 物料这个事务组的 这个一个工作 那物料很多 从整个叫准备进场 然后真撤场 尤其在撤场是一个非常非常 一个短暂时间 而且效率又非常好 然而呢 我们在三点半开始撤场 在 七点多八点的时候 几乎就已经把撤场完毕了 这个是不得了 那有赖于整个 师傅师兄们的一起努力 刚刚有一些照片 那居然分散不出来 可能就是用口述了就好了 那我意思是说 事务组 事务处很需要各位师兄的参与 然后加入我们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部场跟测场的经验 把这个经验传承下来 然后更让更多的师兄 然后来一起参与 然后来下一次如果来办这个大型的法会 还是任何的这个法会的话 会更顺利 会更成功 以上是个人分享阿弥陀佛 谢谢殷彤这一次的分享 因为今天第七组的成员 还知道法事 去跟大和尚吃饭 所以 这殷彤又是当主持人 又当萧文 又提问 又分享心得一人同胞 那这个就像是事务组一样 事务组的工作就是总管 那总管的意思就是通通都要管 那如果大家能够都知道 就是这个所有的一个因缘 在成就的过程都是在锻炼自己的细心 还有自己的完整性 来自于在修会的过程 那众志成城 那的确 这个每一个发心理的执事 都是我们的机会 那这边佛陀 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示范 就是佛陀他常常在讲他自己过去 累生累劫的修行 常常都是精心动魄 割肉为阴舍身为虎 那为什么这些事情 一般人他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聪明的交易 那为什么佛陀都要常常做这种傻事 那我们要知道佛陀他的智慧 一定不是傻傻的就是被骗了 或者是去做无谓的牺牲 其实佛陀在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 你当下是什么因缘 你就是全心全意的尽心尽力 那不管你领的指示是什么 或者是你遇到的人 他都是你当下需要的因缘 我要学到这个功课 这个功课 还有这个福报 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 或者是你在面前 所以这个呢 其实叫做随缘 随缘敬奋 让自己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 去不断不断的去圆满我们的信德 那希望呢 大家听到这个殷彤的分享 还有呢 呼吁 那可以更多的人加入护法会的行列 好 谢谢大家